怎么才知道着床成功了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其林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妇产科主任医师 着床成功了就是说明 他想这次妊娠继续下去 当你到来月经的时候 还没有来月经 超过了一定时间的时候 你前面月经是很规律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就要进行一个 首先是一个妊娠实验的一个检测 我们可以流取尿呀 或者是血呀 进行一个VTRCG的一个检测 如果VTRCG高了 或者是妊娠实验的话 它是两条杠就证明你妊娠了 证明自己妊娠以后 就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超生的一个检测 超生检测 提示 孕囊在宫腔内 它的整个有心管波动啊 孕囊的大小呀 整个和你的怀孕天数 基本上是相符的 又没有一个阴道流血啊 浮痛的一个表现 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 就表示 着床成功了 如果超生能看到 胚胎 或者是这个 胚胎的心管波动的时候 至少也得在 停静40天以后 虽然李永生讲 停静35天的时候 超生是可以看到心管波动的 但是对很多患者的话 是很难去查到的 所以说建议认身 40到或者45天以后 这个时候到医院去 做 精辅的 憋尿的一个超生 见到心管波动 就证明 这个着床基本成功了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词册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